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2005年10月30日早上9点30分 江苏省扬州市保安服务组公司驻扬州市公安局温和派出所反爬队 跟踪抓捕四名爬窃嫌疑人的场景 反爬队中这个身高一米八冲在最前面外形很酷的中年人 就是反爬队队长王俊 这样的抓捕行动是他工作中最常见的一种状态 王俊今年43岁 从业14年 他的身份确切地说是一名从事反爬工作的保安员 全国有四百多万保安 有干小区保安的 有干住联保安的 有金融压解的 像我就是干反爬保安的 当我们看见师傅拧回他背道的穿握 我们就把他想去好了 我们打爬的目的就是打一线性的爬窃 让贼更少 让天下无贼 2011年8月26日下午14点25分 王俊和他的反爬队与往常一样 开始在扬州市区的主要街道巡防 他们的工作与常人的工作有很大不同 那就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他们巡防的时间和对象针对性很强 因为我要净断时间 这个就是说 在收铃电信门口 他车丢的比较多 而且集中的时间段 也正常在下午两三点钟 所以说我们经常在这边都赶一赶 王俊的反爬队一共有八个人 通常他们会分成三个行动小组 小组之间相互配合 遵守的方位和方法也略有区别 但是一旦发现爬阶目标 他们又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骑一击 王俊和他的反爬队所在的温和派出所 是扬州市公安局人数最多的派出所 因为这个派出所分管的区域 是扬州市最繁华 人流最密集的文昌商权 所以王俊他们所担负的反爬任务 也就比较繁重 南南在扬州市文昌河附近 就聚集了24家大中性商场超市 光沿街的店铺就有1648家 加上每天来扬州旅游的游客 扬州市区几乎是人来车往 络绎不绝 而王俊和他的队员们 关注的只是人群中形形色色的神情 和步履匆匆的身影 一般正常呢 我们说的话并不是很多的 因为我们一说话的时候就容易分身 正常都是眼睛都是很注意 过往的来往的来往的来往 因为正常安排的工作都是在锁里 在把它安排掉了 我们这一组是机动 环瑶南就是说登坑的 在案件高发地的 负责在登 一般来说在路上爬去的呢 就正常呢 就是在这红玉灯啊 这交叉口 它比较多 然后在过斑马线的时候 它就开始在运动中进行爬去 形化着呢 它是最不安全的 像这包 放在前面 像这种抱小孩的 就是说正常是 爬去人员 主要首选的像这种 像这种 它放在后面 反爬队员的工作 是在其他人不经意间 悄悄进行的 看似漫不经心 实则注意力高度集中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王骏和他的队员 不停地调整反爬思路 不停地更换蹲守地点 他们的时间 大多是在守候中度过 这也意味着 一年四季 承受着严寒酷暑 和单调乏味 其实看我们这一行啊 要有耐心 为什么要有耐心呢 说过良心话 有的时候一天两天 啥都没有 说不定一有就忙不过来 一下这一下那的 我经常说的 我们这一行就像钓鱼 钓鱼类一样 把鱼钩子放下去了 比如说我们再一个点 把鱼钩子放下去了 等它帮花 帮花 这等的过程 它是很满常的 扬州苏北医院 是王骏和他的反爬队 经常蹲守的一个点 因为这里车流量大 进出医院的人比较多 医院往往成为 窃贼光顾的场所 很多的去抓下来看 很多的 他在动手之前 他都是干什么 从口袋里 摸一盒烟出来 点上一根 点上一根 抽抽抽抽 一个在抽烟 在评定自己的心情 因为他毕竟知道 这是违法犯罪 第二个就是在观察 周围的人他更像 像在等人 当他确定了以后 往往有的时候 抽了两口烟 把烟一扔 扔了之后就 偷工具 打锁 那时候抓捕 是最难抓的 但是我们正常的 我们都会把它放一起 就让他自己 平定下来之后 采取了抓捕 我们通常跟队员说的 这叫测词抓捕 你要找一个 很合适的一个实践 你去抓捕 喂 喂 2011年8月26日下午17点 正在反爬岗位上的王骏 接到了父亲打来的一个电话 家里的电话 家里嘛 父亲嘛 也有点是动用 打电话给我 就是家里 因为父亲嘛 最多也挺大的 八十岁了 王骏 王骏提到自己的父亲 欲言又止 尽量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面对镜头 不愿有更多的表达 王骏父母的家 在扬州老城区 这里是王骏和两个哥哥成长的地方 也是一家人留存记忆最深的地方 如今 三兄弟各自成家 只有父母留守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2011年 扬州实施老城改造工程 家里面临着老房翻新的问题 八十岁的父亲 独自一人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 不得已才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 我小的他比较忙 随时随地 他不想正常的工作 那么上面下的 他是由于公家比较特殊 一本年以后不麻烦 因为我比较起娘了 因为我父亲到八十岁 有罗亲 是瘫痪在床的 他打电话给我 肯定就是在求助我 而我一般在责情的时候 就不可能分开 分开身 去到那边去 帮他解决问题 而往往 我一般都选择了工作 所以说 我父亲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内心真的很究竟 我就不知道怎么来解决 智慧宗教 南双全 我选择了这四 2011年8月26日 17时30分 王骏和他的反爬队 通过近三个小时的 街面巡访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王骏通知另外两组的 反爬队员 收队撤回 回头来 回头吃饭来 这一天是周末 扬州的夏夜 出门纳凉 逛商场的人比较多 王骏和他的反爬队 稍作休整 19点30分 又开始了 街面反爬 他们把晚上遁守的方位 盯在了人员密集的 时代广场 看来今天晚上 晚上差不多了 按照王骏的经验 周末的白天没有情况 晚上会是窃贼 活动频繁的时间 他们正常先找我们 正常先看我们在不在 所以说 我们如果说 先看见他 他基本上 是死定了 把车 转一下 就靠在旁边 我跟他下去 要想看 我没有听我们 这个 都可以 我没有听 了 我 我 都可以 我 我 是 我 文昌摆回来朝东 二十时二十六分 根据发现的情况 王俊和队员决定 从三个方位跟踪堵截 爬窃嫌疑人 你里面还有什么物品啊 还有银行卡 然后一个鸡子本 一个鸡子本 当时你全部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包里面 是吧 稍微等一下 马上跟我们到所里去一下 请问谁来的 谁啊 鸡子鸡子 鸡子鸡子鸡子 鸡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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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蹲下来了 蹲下来了 吃了 这比你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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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这个 对 可以了 没有 我们打扰我们清点一下 嗯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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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蛋糕卡 蛋糕卡 对 没用信心 没用信心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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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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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门购物放映的时候 一定要几个几个 你的个人财务一定要在你设计上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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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王军 主要是谢谢王军 谢谢王军 恭喜最后 最后 王军和他的反爬队是扬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下派到扬州市公安局问和派出所的反爬保安员 他们和民警犯案有很大不同 保安员没有执法权 发现可疑窃贼只能扭送公安机关 所以王军和他的反爬队员自身的安全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从事反爬工作14年来 王军陆陆续续带了将近30多个徒弟 穿受反爬技巧和识别窃贼的手段 是王军和徒弟之间交流最多的事情 你看这穿调光人的男的 一直走打着电话 穿着衣服你看挺整齐的 所以说呢 营业员呢看到这拍头 然后他就感觉到这人能买得起我这金箱链了 现在这营业员开始把金箱链拿出来了 你看他顶在行上看看这金箱链成色 他手上抓在一根 你看又要拿另外一根 是第二根 出了柜台 其中有一根 已经握在他的左手里 又要永远拿第三根 现在目前 他手上钻了一根 加上这柜台上面的两根 现在开始打岔 一下问这一下问那 营业员他就给他搞婚了 他就不知道从柜台里拿了几根 营业员又把相片收了回去 你看还有一个营业员服务真的好汉 倒了杯水 他又要爽量了 因为呢我们跟商场一直都交代过 正常呢就是说柜中的精细啊 你只能一条出去 如果说了第二条的话 你必须把第一条收回去 但是呢他看上去还是挺有钱的 所以说就麻痹了 这帮营业员 现在人得手了走出去 你看营业员现在轻点像链 他都没错 我们师傅平常特别的说 反复交代的也就是这个 反发技巧药力 然后跟自己跟丢的时候呢 他又会骂 我就骂得特别凶 但是他发现贼呢 他跑得比谁都快 四十多岁的人呢 跑得比我们年轻人快多了 有时候就撑撑撑 从我们后面跑过去了 我感觉我妈理解这 太快了 王俊从事反爬工作14年来 与他的反爬队员先后摧毁过多个系列盗抢团伙 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625人 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约二百多万元 王俊和他的反爬队由默默无闻而被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新的一天开始了 王俊和他的反爬队员又上路了 他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天天穿梭在扬州的大街小巷人海车流之中 身影时而清晰时而隐蔽 在单调乏味中品尝欣喜和收获 只要人们的生活安宁 他们就有自我满足的成就感 有的人呢 把我们说的是反爬高手 有的人呢 说我们是陈思逆来 外的人呢 说我们是猫 所以说呢 我感觉到他对我们这种形容挺提起的 因为我们就像他们一样 一直等待着贼的出现 街面反爬需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王俊每到闲暇便会到扬州市公安局特警队的训练管理进行体能训练 和特警队的小伙子待在一起 让王俊感到自己充满活力 在这里除了四十多岁的王俊年纪较大以外 还有一个与其年纪相仿的人 那就是梅顺斌 这两个人在运动间隙总能找到共同话题 因为他们同在一家保安公司 同样是保安医员 我是保安医员明顺斌 我和王俊同事的那个反爬保安也不同 我是银行的住点保安 有的人认为吧 银行的保安是动软下凉走走晃晃 也有人这么说银行保安就是喝了茶聊聊天挺好干的 但是我不这样认为 其实干好银行保安也不简单 2011年3月 古城扬州春意盎然 3月7日下午16点 位于扬州市区繁华地带的扬州市工商银行文金园之行 仍有一些零散的客户在办理计划 此时已接近下班时间 按照银行规定 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停止办理业务 就在这时 一位50多岁的女客户 行色通通的来到银行 引起了保安员没顺兵的注意 她刚进门 神情比较慌张 比较很这种很卓洁的这种样子吧 看上去就是 跟一般的客户吧 不大就是正常 表情不大一样 这位神情紧张的女客户 刚坐下不久 就从外衣兜里掏出手机 攥在手里 看到情况有些异常 梅顺兵走了过去 跟女客户打了个招呼 我说你好 你办什么 我说挥下钱 比较就是语气 比较接触吧 比较匆忙的那种感觉给人 中年女客户一边应答着梅顺兵 一边匆忙的走到营业窗口 转身从包里拿出了大额的现金 放在了银行的柜台上 她急切的告诉营业员 以最快的速度把这笔钱 全部汇往一个外地的账号 还没等营业员问话 这位女客户的手机就响了 看到数目不小的现金 再加上女客户不停地接听电话 梅顺兵突然想起来 自己曾在单位参加的一个培训班上 所讲的电信诈骗的内容 难道这位女客户遭遇到了电信诈骗 我看见她就说神情嘛 比较不自然 比较慌张这种情况 因为金额这么大 不停地接打电话 我就想了 我们平时公司学习嘛 什么电信诈骗 电话诈骗 看到这种样子吧 跟我们学习的这种情况 基本上还是很吻合的 就是更加引起了我的注意 事情看来有些蹊跷 就在女客户填汇款单的时候 梅顺兵从银行大堂 再次来到了这位女客户的身边 希望将女客户的这笔汇款了解清楚 你这个钱就是汇捷 就是说是你的亲人啊 是朋友 是不是你熟悉的人 对啊 我跟她讲我是不能说 她说你怎么不能说 看到这个表情 反正就是说 也不是说那么自在 反正很很一种 处于这种矛盾的状况 就在这时 营业员已经将女客户的这笔汇款 清点出来 不多不少 整整十一万 梅顺兵意识到 这十一万元对于每天海量资金流入流出的银行来说 实在不能算大数目 然而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 却很有可能是多年的积蓄 因为只有她的那个村庄打扮上看 也不是说那种挺富有的吧 而且通过对她的了解也说 她这个钱是在其他行里面 好像也是说 恩拿出来的 因为这笔钱嘛 所以说对于这种普通的家庭来说吧 真的这笔钱是不小的数字了 尽管梅顺兵怀疑 这位女客户可能是中了电信诈骗的圈套 但是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据 一时半会儿 仅凭几句话 来阻止女客户汇款又不可能 看到这位女客户执意的要汇款 梅顺兵心里有些着急 因为我们因为在银行里面知道吧 钱只要出去以后 就说肯定是不可能回头的 这一点我们就说 给什么人都清楚了 因为毕竟苏醒里面的业务吧 正常情况下 客户来到银行 大多直接来到营业窗口办理业务 或者向银行的大同经理了解相关情况 很少与银行的保安员打交道 而梅顺兵作为一名银行保安 发现客户业务异常后 就围绕在女客户身边 一再提醒并询问女客户的汇款去向 我就跟他讲不能讲 他说是不能说 他说又是为什么不能说 他们就订了我呢 一位素不相识的银行保安 反复询问自己的汇款情况 多少让女客户感到有些反感 我想你这个人蛮烦的吧 蛮啰嗦的 紧在这边 就是说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清楚的 看到让女客户停止汇款有些困难 梅顺兵并没有放弃 她趁着营业员给女客户办理业务的功夫 像拉家长一样 进一步了解女客户的家庭情况 我先就是说问她 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 就是说我能通过想通过她家里的人吧 能和她家里的联系上 要她家里的人过来 因为家里的人过来嘛 就是更好的人舒服她吧 就是说她拒绝回答 她家里后来慢慢说的时候 她说家里这个姑娘 而且是在生小孩 就是说家老公吧 好像也不在家 梅顺兵通过聊天得知 这位女客户姓张 今年53岁 已经退休 先生是个生意人 家中只有一个女儿 刚刚生过小孩 但是一提到汇款的事情 张女士就闭口不谈钱的去向 她问我说 你这个你为什么 她说谁 为什么你什么是汇款 我在汇款上给那个人讲 我说不能说 后来她说 你为什么不能说 可是 是不是骗子 你为什么不能说 她就举容 我是不能说 变性诈骗 是近年来 随着金融通信业的发展 而迅速蔓延的 一种非接触式的 被靠被的诈骗犯罪活动 已成为刑事犯罪中 发案率最高的种类之一 每年有数万人受骗 诈骗金额数十亿元 2008年 仅北京 江苏 上海 广东四个地方 老百姓就被电信诈骗分子 卷走六个多亿 犯罪嫌疑人 跨区域作案 有三十多种诈骗手段 案例便及国内外 而眼前的张女士 根本不听梅顺兵的劝警 梅顺兵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 开始与柜台内的营业员进行配合 这种配合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说出来是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说出来 我们毕竟对这笔汇款 只是说怀疑对不对 加入说不是的 就是对方是那个的 一旦对方要投诉的话 行里面的话 是压力是很大的 银行柜台内负责办理业务的营业员和梅顺兵 很快达成了默契 张女士的汇款速度慢了下来 二十分钟过去了 银行柜台的压力越来越大 积压的客户越来越多 但这个柜台时间很长了吧 毕竟我们个人窗口这有两个 对不对 压下来的话 人家肯定会 反正我在外面 就说跟人家客户 再慢慢的解释给人家 人家客户也会理解的这件事情 此时张女士的电话再次响起 张女士一边接听电话 一边向银行门口走 梅顺兵看到这个情况 连忙跟了出去 我就怕她就是说 到外面就说 跟她说什么其他的话 尽量跟着她 看着情况出去 看她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吧 就这样 客户张女士走到哪里 梅顺兵跟到哪里 一个银行保安员 为了不让女客户掉入电信诈骗的圈套 在营业大厅不厌其烦的来回劝解 如果梅顺兵不是穿着一身保安的制服 也许会被人误认为是女客户的家属 而梅顺兵的做法 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正在等待办理业务的客户 也先后加入到梅顺兵的阵营 以各种方式与张女士交流 顾客呀保安啊还有我们大厅外面的人员都在极力的劝阻她不要汇款 但是她就是不听一根筋 怎么劝也劝不回头 为了让张女士意识到钱汇出去的严重性 梅顺兵从银行大厅专门拿来电信诈骗的宣传单位 一条一条的指给张女士看 张女士似乎有些动摇 又好像惧怕什么 她就听了她说你可谁讲话 我说没有 她不许讲话 你来讲话给旁边来讲话 她不是手指开软 她不是手指关机 我已经想到就是把那个电话账面单拿给她自己看一下 你看她看了以后她就是说也是还是不相信 就是说待日不日吧 就是说反正就是说 坚决要把这个钱汇掉 不会就是不行 就是这种感觉 四十分钟过去了 张女士一直坐在银行的营业窗口 骗子不时的打来电话催促会合 虽然和银行的营业员只有一个柜台之格 但是在梅顺冰和银行工作人员的阻止下 张女士的汇款始终没有办理 情急之下 骗子给女士主出了一个主意 这时候她一直说我不会了 结果电话说我不会了 你把钱给我吧 不在你们这边办了 我们一听这话 根本钱根本能给她了 因为公航嘛 我们扬州有二十几家公航 她随便到哪家 她可以把这个款毁掉 就在梅顺冰劝说之际 客户张女士的手机又响起来 狗鸡跳墙的骗子又有了新花样 她说你把电话给她 不是我把手机给公账人员里面 她给公账人员讲 她称这个女客户是她的妈妈 她的钱要她直接汇过来没有问题 在这我们劝的当中 也跟这个女客户聊了一下 了解她的具体情况 她只有一个女儿 根本就没有儿子 这就更进一步确定了 这肯定是一个诈骗 无计可施的骗子 一个电话露出了原型 银行工作人员很快拨打了110 警察已最快赶到现场 这位女士组朋友的情况 是说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也是个高贵性犯罪 它对税后的威力非常大 我们的当事呢 如果麻烦是大意 放送今天 我们的破案对于人 和银行的工作内容 不给人的自己 一点资金汇存 对我们的破案 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警方来到现场后 张女士才把汇款的来龙去脉 讲清楚 原来2011年3月7日一大早 她接到一个自称国家安全局 侯警官的电话 侯警官告知张女士 家中的财务账号不安全 需要马上转移 这样你就到公商银行吧 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你如果我们二十四小时 监控的 你如果告诉任何人 你家里里面 全部要贷债 我们可以密密逮捕她 张女士听到此言 吓得魂飞魄散 跟谁都不敢讲 连午饭都顾不上吃 接连跑了三家银行 把11万积蓄 全部取了出来 准备一次性匯网 对方提供的安全账号 最后 来到扬州市工行 文静园支行 于是发生来 银行保安梅顺兵 阻止客户张女士 匯网的事 张女士的十一万元 终于有惊无险地保住了 她不是依靠行政人员 与罪犯大致大致大运的搏斗 而是凭借银行保安员 机敏的洞察力和责任感 将电信诈骗 狂恐在芒芽状态 这场较量冒入平静 实则显向还生 任何一个环节稍有不慎 都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保安是介于公安与群众之间 维护社会治安的一支专门力量 他们虽然没有执法权 但是在维护社会治安中 已经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保安队伍现在发展的非常快 据我所知 我们全国现在已经有四百多万的保安队伍 我们扬州也有三千多名专职保安队伍 他们在很多部门行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你比如社区保安 银行保安 武装押抑 社会面的巡防 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现在这个保安已经发展成一种新兴的社会职业 但是呢 大家对它了解不多 治安防控体系 仅仅靠公安一家是不够的 必须要由公安保安人民群众共同参与 支撑一张防犯犯罪的天网 才能使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平安幸福 但是我们今天要去找你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